我们介绍的都是台北的口味 其实从台南人郑成功 日本人的洗礼 台南菜应该是台湾历史最悠久 变化最多的在地口味 很多台湾没有的食材 都是从台南引进的 推广到全台湾 而且台南人非常的坚持传统 像是全台湾的猪肉大杂烩 通通都叫做黑白切 只有台南到现在还叫做香肠熟肉 还有一种荷兰人留下来的荷兰豆料理 现在全台湾也只剩下台南还在做 那个叫做碰豆汤 每个城市都有吃的声音 清晨吃的声音更清晰 到来是越早吃 那个味道越鲜 煮过鱼盘就这样了 内行的听得出来 这里是古城台南 两三句就标榜辅城四百年 阿唐流利的说也流利的解剖 他摸了六十年的虱目鱼 郑宁公来到台南 他头上的当地是台南 以前养殖都比 头都比 海比 郑宁公也不说 这是什么鱼 什么鱼 要比较三百年 这鱼 师母鱼这时候 当然是由郑宁公传说来的 这个是很明确的 因为很多人就这样记载 在他那个住在江内丁那里 因为这种鱼叫沙板鱼 日本沙板鱼 那个沙板鱼跟我们的师妹 长得很像 但是不同鱼 我们倒觉得 搞不好郑宁公看到那个鱼 说很像他小时候家乡的那个沙板 然后就称我沙板鱼 也不一定 河南学者 修斯特研究 早在西元一千四百年以前 印尼就有湿木鱼养殖 台湾的湿木鱼 是河南人从印尼带入热兰浙城 鼓励汉人在当地养殖 在台湾地理环境 只有在这份西域 南到2011这个流域 是湿木鱼可以养殖的 是因为冬天水温的关系 台南人为什么早餐吃湿木鱼 因为太阳出来以前得收成 它的鲜美是冰箱藏不了的 新鲜鱼肉大骨 湿木鱼骨熬生米 加上蒜头酥葱酥 好了 湿木鱼粥上桌 但好像还差这么一味 台湾人在这 不过去吃 阿唐老板暗指我们不够捧场 其实我们在等待台南道地的另一位 路灯熄灭之前送油条的到了 老面油条拭目于咸粥 这样才到位 阿唐从菜图案拿出大番茄 要做客人点的咸粥 咸粥 台南人是这样说的 咸粥就是南部人说的番茄 也转变成一种料理的名称 姜糖沾酱番茄切盘 我们小时候父母亲在用 阿嬷在用就是用那个酱油 咸的 我们在用那个大油 咸粥糖 咸粥甜甜 咸粥甜甜甜 阿唐卖的干嘛粥 为辅改良 酱油糕 砂糖 甘草粉 姜末 这是干嘛粥的绝配 阿针说这种甜甜辣辣的 姜糖沾酱 不是随随便便的番茄都配得上 本土的土番茄才配 番茄切盘又有种番茄比较好吃 传统的 有种是牛番茄 那种很红那种 那我就比较没有那么好吃 叫土的 不见得都是台湾原生种 我们吃那个土芒果 那是什么土芒果 那是荷兰人移植的 荷兰人也有移植的记录 荷兰人最早来 荷兰人又喜欢到处乱种东西 所以可能比较早一些的时候是 是跟荷兰人开始就有些移植的记录 叫番的还真的都是所谓 环纳井 台湾有四番 番茄荷兰人带来 番茄西班牙人 从南美带到菲律宾旅送 辗转来到台湾 环环环环云产中南美洲 明代传入福建 中一天是荷兰人 反正叫番茄是外来的吧 以前我们都说番茄 现在我们也叫番茄 阿秀台南大内娘家 尽番茄 新鲜南瓜不削皮 去籽后搅成小碎丁 番茄跟糯米和在一起 这是阿秀他家的古早味南瓜种 番茄的味道 有咖啡就有番茄的口味 它的咖啡是番茄的甜 番茄本来是甜的 你如果更香 它的口感就更甜 如果你能在台南中镇路上 找到一点点日本时代营作通的feel 应该是这儿 台湾第一家六十年的泡沫红茶 以前第一代它是个白天人 它是调酒食 日本时代加在日本人的餐厅 那行的老客人会站在这儿 直接剥离的饮用 喝的是满满一整个杯子的气泡 冰块跟红茶 吸管或外带饮用 那风味少了一半 古早上像那种蜂蜜 那种蜂蜜 就是蜂蜜吃起来的人都不爱 他有的人生活比较困苦 他就会挖起来三三个人可以吃 苏老板卖的黑白切 台南人叫香肠熟肉 其实如果在台南市是没人在这儿五百菜的 台南的傍晚是香肠熟肉的时刻 以前在买这种蜂蜜吃饭因为没有两场设备 还有一说香肠熟肉的香肠也有荷兰人爱吃的 sousage的影子呢 反正传说都很美丽啊 就大家有各种传说也好 搞文化学浪漫的总觉得吃在台南 历史古风尽在贫质之间 不过讲得再醇厚典雅 不如吃